今天晚上的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证件发表会 最大的爆点想必就是在这边 国民党的候选人赵绍康炮火猛烈 狂攻赖清德 同时他也强调自己不像赖清德所形容的 是侯友宜的保姆 结果赵绍康讲到激动处 一度尴尬口误 竟然说出了赖清德如果当选总统 就会是他赵绍康的老大赵绍康的老板 他说赵绍康曾经说 把副总统当成总统再选 赵绍康提出的证件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照当全收 但是我们看不懂 究竟谁才是总统候选人 民众无法接受 副总统破坏宪政体制 架空傀儡总统 我要提醒侯友宜提醒你 总统是不可能有保姆的 赖清德兄 没什么你怕我 我没有那么可怕 侯友宜既然挑了我做他的副手 我当然全力以赴 我当然选副总统也拼我的命 希望他能够当选 我相信萧女士一定也很努力 在帮赖清德助选 赖清德不是第一次 他之前也在讲 开记者会也在讲 口口声声 什么傀儡 保姆 用心很恶毒 他想要分化 想要挑拨 拍人家也就是做很多事情 不合 我请问赖清德 请问萧美琴女士 赖清德的证件是他一个人想的吗 不需要跟很多人讨论吗 不需要集思广益吗 都会给一个人想 我不相信 那萧女士 赖清德提萧美女士做副手 比侯友宜提我还早 那这段时间 赖清德都没有请教萧女士的意见吗 萧女士也都没有提供什么意见 给赖清德吗 那提供了赖清德就是傀儡吗 那萧女士就是赖清德的保姆吗 这很奇怪 我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的刚愎致用 我仔细去翻过 侯友宜的证件 我提出来的 不到他的三十分之一 他有很多证件 等等我会给大家讲 给大家报告 我在这边再强调一次 赖清德不要挑拨了 我跟你说 我跟全国的民众报告 赖清德当选就是总统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板 他是我心目中的少黑英雄 他是新北市最好的市长 所以才能大赢林家荣46万票 他将来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总统 我吓了一跳 觉得说赖清德 当选的话就是最好的总统 那当然赵绍康在这里头口误提到 说赖清德如果当选总统 就是自己的老板 自己的老大 证件会结束之后 赵绍康就亲上火线来解释了 他说当下为什么会口误呢 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他想到赖清德的老家违禁在硬拗 实在太生气 所以不小心讲错 而他也马上三度的重申更正 说侯友宜当选总统才会是自己的老大 当一个口误是吧 因为太气了 看到这个赖清德那个228平 居然叫做公僚 那很难不生气了 所以刚有点口误 我再喊一次 侯友宜永远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老板 侯友宜原来是总统 我是副总统 当然是侯友宜 侯友宜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 再讲一次 侯友宜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老板 是我的总统 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 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新北市长 侯友宜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老板 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 他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总统 最好的新北市长 2024大选第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 电视证件发表会晚间登场了 国民党候选人赵绍康就批评说 民进党赖消沛的台独主张 对于台湾的和平并没有帮助 可以说就像是恐怖分子一样 嘴上说着爱台湾 实际上做的事情 却是在掏空台湾 同时他也强调 国民党并不是所谓的亲中政党 而是真正爱护捍卫着 中华民国的政党 赖清德也说过 他在立法院 他在行政院长 在立法院说的 他说我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我在任何职位不会改变 任何职位不会改变 所以 如果大家担心台湾的和平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赖清德当选 两岸会比现在更好吗 还是更坏 你想想看 美国为什么请 小美琴来做赖清德的副手 不放心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 他是台湾和平的恐怖分子 民进党党纲不是就是台独党纲吗 那台独不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吗 台独难道是要保卫中华民国吗 台独难道是要支持中华民国吗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民进党跟共产党是一样的 都想消灭中华民国 共产党也想消灭中华民国 民进党也要消灭中华民国 只是现在逼急了 然后就说中华民国台湾 然后就还是不肯讲中华民国 你就想要借壳上市 假借中华民国 去遂行你台独的主张 赖清德在国大的时候高举台独万岁 台湾独立万岁的标志 我想大家都记得 那萧美琴副总统候选人也曾经说过 We no longer identify ourselves as a Republic of China 萧美琴讲过这话 翻成中文就是 我们不再认同自己是中华民国 那现在又变成中华民国的守护者 侯友宜跟我 我们是真正拥护中华民国 我们是有名有实 你们是掏空中华民国 是有名无实 嘴巴讲中华民国台湾 其实在掏空 想尽办法掏空 政治人物真的要表里如一 国民党绝对不是一个亲中政党 国民党是永远的反共 它怎么会是亲中政党呢 从两讲它就是反共 我们永远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的政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可以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观看